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10月18日 突然间看到一条消息,就是在这个X上面 4090对华禁售,这个人播报了一条这个消息 然后我来到它这个SEC.gov,这个美国这个证券交易委员会这个官网 查询了一下,确实是 10月17日,美国政府宣布提交临时最终规则 实施额外出口管制,限制一些设备出口到中国 这后面写着包括但不限于A100,A800等 最后RTX4090这个显卡 刚看到这个消息,我是有点无法相信 然后我来到京东搜索这个4090的显卡 发现至少是自营的4090显卡全部没货了 V星的4090全部没货 其他的品牌,自营的全没有 第三方的可能会有,但是现在已经涨价不少 4080显卡现在还有,现在是V星的是9999 价格应该没有什么太大变化 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变化 英伟达的4080是9499,华硕的也是9999 没想到一款主打游戏的显卡也会被禁 我现在虽然有一张4090的显卡 但不知道这个禁售的政策一出 会不会对以后的售后有影响 比如是显卡坏了之后无法换新 或者是维修困难,这些都不确定 所以我建议手里有4090显卡的朋友要保护好自己的显卡 当然也可以考虑出售手里的4090显卡 因为在二手市场,这个4090的价格可能也会涨很多 对于显卡挖矿,我感觉应该影响不是很大 本身现在显卡挖矿的利润很低 即使不禁售,对于挖矿的朋友选择4090显卡的也不会太多 但如果这个政策持续,对于以后的显卡 比如5090,应该也会有很大的影响 好了,这期视频就是和大家说一下这个消息 感谢观看